生动活泼的客语剧场 其实是改编世界名著白牙的桥段 由荣辛客家采茶剧团诠释 带动民众认识客家文化 客家新生代创作歌手邱叔 也带来清新作品 客委会希望客家文化向下扎根 更将深受年轻人喜爱的 世界经典名著白牙翻译成客语版本 教会推出的白牙客语新书 并非华语版本转译 而是直接翻译英语文本 常年从事翻译工作的教授钟荣妇 还尽量避免使用喊用字 除了精准表达原版文艺 也方便国高周深阅读 翻译的一个世界名著 可以跟国外用客语去做一个对话交流 那期待未来累积很多 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名著的 转译的文本之后 那成为大家用客语来去阅读 那用这样的阅读 可以带动我们国内的一个 有喜好客语的客家的朋友们 可以用客语来创作 我觉得是一个起步 另一部美国文学经典大作 麦田捕手客语版 也将在版权问题解决之后问世 后续客委会也将持续推出 客语版的青少年世界名著 引领青年学子 进一步认识客家语言文化 也是新闻理训谈局好 台北报道